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主角哈里在小时候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魔法师 但长大后就参成了程序员 谁也不知道短短的几年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哈里在现实中虽然变成了普通人 但是在网络的世界里他却是真正的勇士 不管是吃饭睡觉还是上封锁 他从来都是手机不离身 因为他是网络里的英雄 他需要像复仇者联盟一样维护世界和平 晚上回到家 哈里也开始收看斯基姆的直播 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对直播组发出了怒吼 嘲讽他们都是卑劣的小人 在网络的世界里他重拳出击 打击着那些看不到的敌人 他口吐芬芳 向来都是战无不胜 这里打一下广告 哈里大神在线直播喷人 做键盘侠的自我修养 全套教程只要9块9 这一次哈里似乎遇到了麻烦 斯基姆的人似乎盯上了他 甚至锁定了哈里的IP地址 扬言要顺着网线来打死哈里 哈里被吓坏了 就在这个时候 手机突然来了消息 原来是他的前女友约他见面 他们晚上10点约在小公园 情道深处永稳在一起 然而这只是哈里在做梦而已 因为现实中 他们已经没有可能了 哈里一醒来后 突然听到了幸福来敲门 他透过猫眼 看到了几个标形大汉来送温暖 由于不舍得安装防盗门 大汉直接破门而入 为首的光头自称是斯基姆 看起来像伏地魔的化身 不过哈里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了法杖 在现实世界里 他手无腹肌之力 斯基姆并没有干掉哈里的想法 因为他选定了哈里 加入杀手直播 由于哈里现实中是个战武渣 为了帮助他提升战斗力 斯基姆通过手术 对哈里做了装备上的升级 直接将两把手枪 焊接到了哈里的手上 哈里醒来后 看着自己血迹斑斑的双手 非常的崩溃 但他没有买医保 根本不敢去医院治疗 双手被焊接的哈里 想做点什么都很困难 偶尔还会因为碰到手枪走火 连简单的手机操作 都需要用鼻子才能成功 哈里收到了斯基姆的短信 斯基姆已经为哈里挑选好了对手 他就是已经47杀的MVP 阿姨 阿姨的动手能力极强 实战技能丰富 更可怕的是 他只要吸入一些来粉 就能瞬间难卸复活 由于阿姨之前有不少案底 所以他和斯基姆达成了协议 只要再完成最后一次直播 斯基姆就帮阿姨消除所有的案底 而现在的哈里还在新手村里挣扎 他连基本的排泄技能都无法正常使用 生怕不小心害死了自己的小弟 就在他好不容易穿上外套准备出门的时候 阿姨已经带着武器来收割任务品了 非常奇怪的是 原本枪枪爆头的阿姨 遇到哈里之后 却变成了人体秒边大师 当然也可能是哈里 开启了闪避百分百的技能 总之哈里暂时逃过一劫 所有一切都已经被无人机全程直播 哈里本来想要寻求警察的帮助 但是手里拿着两把枪的他 却成为了警察的通缉犯 现在哈里面对的除了警察还有阿姨 阿姨早已在哈里的手机中植入了定位病毒 可以实时地追踪到哈里的位置 完全是断位上的碾压 哈里跑到了公园 看到前女友准备开车离开 她赶紧一头栽进了副驾驶 前女友让哈里死了这条心 她不想成为英雄的女人 毕竟键盘侠实在太危险 哈里告诉前女友自己有个宝贝 掏出来一定会吓你一跳 前女友看着哈里邪魅一笑 你掏出来啊 看我怕不怕 当哈里将自己的枪掏出来后 前女友吓得拿起防狼喷雾 就射了她一点 眼睛都睁不开了 虽然哈里的表现看起来很业余 但观众们好像都喜欢这口 观看直播的人数直线上升 哈里从垃圾桶里翻出来一些道具 准备装备起来 但没有双手的哈里 只能在心中狂喊 臣妾做不到啊 哈里把枪头塞进嘴里准备自杀 但是一旁的乞丐阻止了她 这个有点像邓不利多的乞丐 一看就是个室外高人的样子 伙计千万别这样做 因为你的角度不对 只会打穿你的脸 正确的姿势是把枪口压低 保证能够射穿你的肠子 哈里听完了乞丐的一番话后 打消了四肢 他从乞丐手里 乞讨了一根过期八个月的热狗 暂时安慰了下自己的肚子 乞丐鼓励哈里 虽然我们不惹事 但是惹上我们也不能怕事 得学会反击 前女友跑到警局后才知道 哈里竟然被选进了直播 为了保护哈里 她直接当着警察的面 给她发了好人卡 警察大壮表示 自己会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她现在正在全力追捕阿妮 哈里换了一身正常的衣服 回到公司 她让基友破解 自己手机里的追踪软件 基友买一赠一 附赠了反追踪套餐 就在这个时候 哈里的领导又跑来挤兑哈里 哈里气急之下 想要开枪干掉领导 但哈里没有得逞 因为领导被追过来的阿妮干掉了 阿妮在施展了一枪爆头技术后 马上又开始了身体聊天 就是打不动哈里 哈里的基友用玩具枪射了阿妮 不好意思 是这个枪她自己开的火 哈里在基友的掩护下开车离开 阿妮非常帅气地 抢下了一辆小摩托 安全意识极高的阿妮 还顺手带上了一系头 阿妮骑着摩托车 飞到了哈里的车上 想用摩托车尾去寻死哈里 不过魔法伤害对哈里有效 由于视线被追倒 两人当场出车祸被甩飞 没有大碍 只不过肇事逃逸 这驾照估计保不住了 在追杀过程中 哈里无意击中油气罐 引发了大火 没想到这大火 直接把阿妮吓成了二傻子 哈里本可以就这样杀死阿妮 但心地善良的她还是心软了 就在哈里以为 事情告一段落的时候 前女友却被斯基姆抓到了 斯基姆威胁哈里半小时内杀死阿妮 否则你的前女友可能就会领盒饭 哈里想要去找阿妮 却撞上了黑帮的交易 一场血拼之后 哈里被警察大壮抓了起来 从大壮这里 哈里听到了阿妮的故事 原来阿妮是大壮的女儿 之前大壮抓了斯基姆 被怀恨在心 斯基姆出去之后 引爆了大壮家的车 导致了大壮妻子牺牲 从此之后 阿妮性情大变 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她之所以怕火 也是这个时候留下的阴影 其实哈里进警察局 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斯基姆自然不会让游戏 这么快结束 旁边的警察竟然印象干掉了大壮 原来她是斯基姆的卧底 哈里彻底无奈了 她只能去找阿妮决斗 可惜哈里太太了 被阿妮轻松干掉 不过进度条暴露了哈里的野心 她其实是装死的 只为找到斯基姆的老巢 装死的哈里 被斯基姆的两个手下带到了基地 刚想把哈里尸体搬下车 就被哈里盲射打死了 这下行尸走肉 收拾率下滑的原因终于揭开 死去的这两个人 赫然就是行尸粉 原来哈里早早就和阿妮约谈了 你老爸老妈都是斯基姆害死的 难道你不想报仇吗 于是两人达成了抗死基统一战线 顺利找到了斯基姆的老巢 此时的哈里彻底醒悟 仿佛冲前开了挂 原来手枪真的比法杖好运多了 阿妮王者带青鸿 一路打怪圣子 表思剑盘侠终于圣集成了铁血运汉 斯基姆赶紧派出自己最得力的手下 铁蛋和翠花去解决麻烦 结果阿妮看到翠花的装扮 很是羡慕 着实把翠花夸赞了一番 不知道的还以为两人是多年的好闺蜜 只可惜女生的友谊来的快去的一块 下一秒方方就翻脸无情开心起来 铁蛋本来占据优势 消掉了阿妮的忠实和食指 这一下彻底点燃了阿妮的怒火 因为没有了这两根手指的阿妮 相当于失去了快乐的源泉 阿妮找机会吸了一口奶粉 瞬间满血复活 反杀了铁蛋 还调皮的把铁蛋的铁蛋给打爆了 斯基姆见识不妙 带着前女友就要跑路 留下一群射手 阻击哈里和阿妮 此时的哈里只有一颗子弹 他们被射手们打得不敢露面 为了给父母报仇 阿妮身上绑满炸弹 冲出去和射手群同归于尽 继承了阿妮一致的哈里 在楼顶上追到了斯基姆 但斯基姆呼叫的滴滴飞机已经来到 他必须阻止斯基姆逃离 只可惜他的枪法实在太差 一颗子弹白白浪费了 关键时刻前女友求生欲爆发 挣脱了斯基姆的束缚 哈里则趁机上去对着斯基姆一套组合拳 热血的一幕 看得一群大汉的少女心都要爆了 斯基姆还在耀武扬威 表示我们的直播已经在世界开了分店 我们现在就是杀手界的星巴克 暴徒里的麦当劳 坏蛋中的汉堡王 哈里没有理会斯基姆的话语 直接将斯基姆打下了大楼 一切都结束了 但哈里并没有和前女友很好 不过被王者安妮带过的哈里 已经完成了人生的蛻变 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王者 成为了现实中的英雄 继续为打击斯基姆的分店而奋斗 故事的主人公原本是一个键盘侠 现实里怂的一批 网络里重拳出击 其实这和现实中的很多人一样 生活把他们压迫成了不敢发生的机器 只有在网络里 他们才敢大声呐喊 但这种呐喊只是没有意义的发泄 什么也改变不了 哈里其实是幸运的 他经历了这一切荒诞之后 完成了人生的蛻变 而现实中的大部分人 只能继续自己的循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